陳時中用這種方式來打太極拳 用一個這麼高深莫測 虛無縹渺的回答 來回應記者的實際的問題 其實坦白講 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 當然某種程度也反映出來 他內心的心虛的一個表現 就是因為心虛 所以才實問虛打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轉彎不是不可以 可是轉彎的前提是在轉彎前 好歹要先打個方向燈 照現在的交通規則 轉彎的車輛如果沒有打方向燈 是可以被罰錢的 所以政府部門在轉彎之前 要不要跟民眾先做一下解釋跟說明 讓民眾能夠有一個預先的了解 那麼而不是政府的部門 說轉彎就轉彎了 那麼更重要的第二個問題是 你轉彎大家也要一起轉 不是只有民眾不需要轉 然後政府官員可以轉 這就回到我們剛才所講的 這是一個標準的綠色雙重標準 那麼這根本就是一個只許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的明顯案例 今天如果這個案子 發生在一般民眾的身上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想一想 我們會被要求什麼 我們會被要求嚴格的執行自我健康管理 我們會被要求不能夠去參加party 不能夠去人多的地方 不能夠跟朋友聚會 因為如果一旦這個照片曝光了 不管PO上IG或臉書 被有關單位發現了 你就要被罰錢 或者你被檢舉了 你也要被罰錢 所以大家在做自我健康監測管理的時候 其實坦白講 台灣的民眾都很有公衛自覺意識 大家都非常認真 非常實在 就算是忍耐 也會盡力的完成這樣的一個過程 可是當我們看到原來碰到了官員 那就不一樣了 官員可以不要做這件事情 他不但不要做這件事情 他還可以冠冕堂皇的 掰出一個莫名其妙的大道理 來告訴你說 因為轉彎有的時候急 有的時候鬆 但是問題是對民眾來講 接下來就是一個重要的考驗了 如果今天官員可以 那民眾是不是也可以呢 所以從此在台灣所謂的自我監測的 這種健康管理的要求 將會這個名存實亡了 事實上如果今天大家看到的這些官員 都是用這種低標準來要求自己的時候 未來我要請問的是政府要怎麼樣用高標準 來要求人民 政府還有臉來對人民開罰嗎 或者說政府先前 因為民眾沒有遵守這些相關規定 而被開罰的民眾 要不要把錢退回去呢 所以這些問題都在在的反映出來 當前政府在執行所謂的防疫政策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毫無章法的 就走一步 試一步 過河摸石頭 甚至是一個擺爛兩光的政策 那麼現在面對台灣疫情 即將要全面爆發的前夕 這樣的操作模式 未來是不是能夠真正的 有效的能夠阻擋出這一波疫情的攻擊 其實真的讓我們高度的存疑跟擔憂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